请问按 怎么称呼 我姓李 李小姐 你相信预测未来这件事吗 不相信 那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试验 首先我需要问你 你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黑色 那你的幸运数字是什么呢 6 接下来呢 通过这些问题 我大概了解了你的一个状态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对未来 进行一个简单的预测 接下来呢 首先我们这边有一个 我需要看着你进行 你下来的一个简单的 一个预测的一个例 首先我们需要 我们先来把预言 未来的结果放到这边 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也不出牌 我们可以将牌拿出来 伸出手 首先我们看一下 每一张牌都是不一样 然后把它放到这边 拿起一部分牌 自己能拿起了 然后呢 给自己看一下 给镜头看一下 我不看 好呢 好了 放回来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呢 如果我的预言结果不错的话 应该是 红纤啊 妈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这不是准备 如果魔术到这里就结束了的话呢 可能太普通了 那真正的预测未来是什么呢 我这边有一个卷轴 这边也有卷轴 我们把卷轴打开 我们可以看着镜头 你会发现呢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19日 我会在极佳遇到一位李小姐 给她表演 她喜欢的颜色是黑色 她的幸运数字是6 我们完牌 她选了一张红纤啊 你这什么角色调查我的呀 我会在极佛中的一张红红红红的一张红红红红